很愛 連人們都空白 劉沃璇出道32年 首次登上小巨蛋開歌唱 靜靜大號的他慶功現場 直接變為壓霸氣松禮 我跟你講來 我今天看這個大哥的順影 以後不可以 明明就沒有走光 明明就是一件安全褲 然後硬要說是底褲 以前我們可能得先收回來 因為我們還沒拍照 還沒拍照 不敢 而第一次開小巨蛋 卻讓二姐直播超後悔 I say you're me who can't let me 我都不如我都不知了 好 停 好 停 我是不是還可以 我是不是還可以再唱五個小學 可以 你並且一講真的不夠 我真的很後悔 我下次真的會連半兩場 半戰裡面的Legacy 太小了 太小了 不是 你們今天看演唱會 應該有發現我的個性是喜歡 近距離比較朋友的聊天 小巨蛋就是導演一直在Cue我 不要大氣 不要下去 不要太靠近 你就Stay Stay在那個星星的正中間 我就很想下去 回去 回去出舞台 我就 我今天聽一直有導演在Cue我 所以我一直說好 好 其實我不是在跟粉絲講話 我才可以當一下 好 好的 Legacy好像可以多開幾場 小小的 很自在 像在KTV跟朋友唱歌 就不會有小巨蛋這種 這麼大的壓力 Legacy我就可能 就不需要換衣服了 一套到底 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然後有更多時間跟大家 談天 然後可以唱更多冷門的歌 不管在哪裡開唱都很值得期待啊